不只是海景了 這個還可以直接走到海邊 外面有一個小泳池 小泳池在這裡 廁所 有夠扯 給你們看 我完全可以在這邊跑路 這廁所也太大了吧 超級全 超級好吃 有種那種線條的感覺 而且它那個小整個屁 就很有嚼勁的那種 超級轉 現在要來騎馬了 好可愛喔 OK 哈囉大家好 我是坐在泰國心裡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在的地方是 泰國華新的海邊 這裡啊 從曼谷開車大概三個小時 今天這集影片的重點就是要 開箱三家 平價超高的海景飯店 這三間的重點都要 一 從飯店走出去 就可以直接通到海邊的那一種 重點二 這三間價位落在 一天晚上 八百 八千泰銖以內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看到我的第一家 海景的飯店囉 當然進來之後就馬上看得到床 前面有一個大大的沙發 床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辦公桌 旁邊還有個全身鏡 後來飯店都是給浴袍 像這種 這家有 泰式睡衣 裡面這個是 像是泰式酷巡那樣子 就是前面 後面會長這樣 你們知道怎麼穿嗎 先這樣 它的那個都超級寬鬆的 拉兩邊 然後一個結 後面不是有那個綁帶嗎 拉到前面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剛發現這邊還有一道門 登登登登 是浴室 晚上洗澡 然後你可以邊聽到海聲 很有FU 奔向大自然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讓你放毛巾的嘛 如果需要備品的話 要跟櫃檯藥 這個是 如意 因為還有兩瓶水 這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包著像禮物式的 噔噔噔噔如意 一個圓圓的 這是什麼 大家正在看嗎 留言跟我說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外面的海景 不只是海景了 這個還可以直接走到海邊 外面有一個小泳池 小泳池在這裡 這個是有遮棚的 有點像竹筏的遮棚 有一個小餐桌可以在這邊吃東西 這邊有那個糖椅 然後這個有吊椒 天啊然後外面就是直接 海邊了 超讚的啦 見很多人在海邊玩 閃 現在要準備吃晚餐了 今天晚餐呢 是跟房間合在一起訂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套餐 佐波閃一樣 餐前小麵包 這個沾的是蒜頭奶油醬 這麵包裹硬的 看它那個醬很上味 它麵包有兩個款 一個是這個款式 五股雜糧的 一個是原味的乾麵包 這個是我的前菜沙拉 鮭魚沙拉 那鮪魚看起來超級美味 整狗塞進去的超幸福的 我的主餐小卷來了 手在這邊就已經感受到它的溫度了 裡面的那個小卷蛋 它那個蛋看起來放滿 天啊 它的小卷的蛋也太甜了 超級全超級好吃 有種那種線炒的感覺 而且它那個小卷的皮 就很有嚼勁的那種 超級讚 然後太陽也下山了 只看得到一片直紅直紅的 早安 現在是早餐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邊 裡面選兩樣你想吃的 這些都還很正常 比較浮誇的是這個 每一桌都會有一個這個 像是下午茶的塔 就有 果醬啊 奶油 西瓜 跟鳳梨 跟麵包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喜歡那種 早餐吃麵包 這根本就天堂 早餐旁邊這邊 就是他們的泳池 吃在這裡 到了第二家海景的飯店了 讓你們看一下房間 房間超可愛 非常富福的FU 這梳妝台的空間 我覺得還蠻夠的 冰箱的這些 全部都是免費提供的 非常非常的棒 這個是泡澡的地方 然後有給你泡澡鹽 泡澡油 還給很多一整排的玫瑰花瓣 現在在試泡澡的浴缸 連這個蓮蓬頭都是復古風 很像那個電環杯 它的熱水呢 還蠻燙的 最喜歡那個飯店熱水燙到不行 泡澡就是要超熱啊 前面這邊還有一個房型 這個房型的話 看出去就會是面骸的景色 這邊就是浴室 也算是乾濕分離吧 連蓬頭啊什麼的 都弄得超復古的 就是很復古風格 重頭戲來了 就是海景的部分 這是房間裡面看出去的景色 前面先給你一個大泳池 然後大泳池過去躺椅 然後往下走 就是直接通到海邊 好舒服喔 我的 我點的下午茶來了 下午茶 每個東西都是小小很精緻的那一種 很可愛耶 現在是晚餐時間 給你們看一下我點了哪三道菜 都是海鮮 你們知道的 我就是一個非常愛吃海鮮的人 這道是羅旺子蝦 蝦子蠻大家知道吧 跟我的臉差不多 超級嫩耶 酸甜酸甜然後再配上蝦子 整個愛上 再來這道是法式焗烤蟹 上面就是焗烤 裡面就有蟹肉 螃蟹的Size也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臉就是比例尺 裡面的蟹肉還蠻多的 很Q彈耶 它上面那個焗烤啊 超級濃 我發現裡面除了螃蟹之外 還有那個小卷耶 這邊還有鮭魚 這個海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薦 再來就是來泰國必吃的蝦餅 吃之前要蘸一下那個醬 好酥喔 它的蝦子很多耶 就是你吃進去 不是只有那種泥的感覺 它是咬得到真正的蝦子 真的太好吃了 散步一下 超級撐 吃飽這樣散散步 吹吹海風 今天的月亮超遠的喔 晚上的海邊 早餐是buffet 它佈置的超可愛的 它每個都有用那個 罩子把它罩起來 很衛生很棒 熱食區 它的熱食啊有香腸 炒麵炒飯 這個超可愛的 這裡面是豆米飯 然後旁邊就是母餅 炒豬肉船 帶你們去看一下園區裡面 走過來這裡 我覺得它大廳用的超漂亮的 泳池配上這個樹 這個樹還是愛心的耶 超可愛的 路在這邊乘涼 感覺蠻舒服的耶 這邊是面海的房型 然後也有這種 像是小木屋的感覺 這種影子是那種 搖搖椅 像是歐美鬼片會出現的那種地址 給你們看這個搖椅 看出去的視角是這樣 就是很美 現在要來騎馬了 好可愛喔 今天就辛苦你了 好可愛喔 用這個繩子 忘記它的走向 前面往右 泡膝 要帶它下水 對 大家來滑心也可以來海邊騎馬 超特別的 那如果不想要人擠人 看颱風的話 登登 這邊會搭好一個帳 可以在這邊 自己私人野餐 到第三家 海底飯店 這間飯店呢 算是山家裡面 房間最大的一間 非常的寬敞 再來是這個梳妝台 超級超級長 鏡子在這裡 打開就有了 這邊後面還藏了 插座 整個房間我覺得最浮誇的地方 就是它的廁所 有夠扯 給你們看 完全可以在這邊跑步 這廁所 也太大了吧 這邊就是廁所區 兩個乾濕森林的地方 有一種 住在那種 溫泉飯店的感覺 外面的景色看出去是 對面別人家 還是房間走出去外面才能 到海邊看到海的那種 這邊還搶了一道門 打開之後呢 外面就是 游泳池 再來是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秘密通道 衣櫃 它可以從這邊 衝到外面的門口耶 這邊走出來 就是玄關了 它這個衣櫃超酷的 它是連通廁所 所以你可以 從玄關就直接進來廁所 如果你就是 尿痕疾的話 冰箱的東西超級多 不過呢 每一樣都不是免費的 這邊上面有一個價目標 上面有各自的價錢 剛剛已經點好晚餐了 今天的晚餐呢 它是套餐組合的那種 已經全部上菜了 前菜是 泰式沙貝 老豬頸肉 主餐呢 是打拋牛 跟奶油 蘑菇 義大利麵吧 這邊呢 永吃看出去就是海邊了 月亮會在這個地方升起來 全部吃下來呢 我覺得我最喜歡最喜歡的是這個 奶油醬義大利麵 這個奶油醬真的非常非常熱味 現在是早上的吃點 起的超早 要來跳魚醬 好 只靠牛本座可以用盤 好啦 以上呢 就是三家海景飯店的開箱 有沒有哪一間 是你覺得 我一定要住到那間 如果我沒有住到 我就不上飛機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KIME握手 下一個禮拜的頻道 拜拜